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机来说不用另外扎钱的 都是50块钱 如果扎机的时候又提供有些充分的雷剧 为什么有扎机 网友出示飞机票证明你真的有很快要离开加拿大 那我想知道换取这个枫叶卡的时候 本人是不是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拿 如果像一些小孩或者一些老人不方便的话 是不是一定也要自己亲自上去领取这个枫叶卡呢 因为保安也有 所有万里封叶卡的人就趁机去拿的卡 没有利害 就算你小孩是一岁两岁都要趁机去 那比如说我的封叶卡过期了 我可能又比较忙 那我不去换可以吗 如果你是不离开加拿大的境内 你可以不允许换封叶卡 意思是说你经常在加拿大不离境的 你可以不换封叶卡 但是如果离境的时候呢 你未来一定有封叶卡 比如说假如他这个封叶卡过期了的话 那我有 而且我也没有去续签这个封叶卡 那如果我有急事要去离开这个加拿大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的封叶卡是过期 又只是要离开 另外又没有足够时间去等这个封叶卡呢 你可以在海外在加拿大零食馆 去申请一个旅游签计券 二月签计未来 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申请一个二月签计呢 如果表提得不好呢 可能呢不单止被拒 网友取消你的永久居民身份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那我想知道这个时间方面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就比如说在加拿大申请 跟在海外申请这个 去签这个封叶卡 所有延期都有在加拿大零食馆申请 不能在海申请 但是旅游签计呢 一定度过来说 就是海外申请 不能在加拿大零食馆申请 所有阿拉零食馆都是海外申请的 那我知道啊 有些观众呢 可能他们还没有来得及 或者不想当这个加拿大的公民 那这个封叶卡 它是不是需要 永远都需要去续签 去续领这个封叶卡 如果你不离开加拿大零食馆 你可以不用万个封叶卡 比如说你一直在加拿大 你就可以不用万个封叶卡 那今天非常感谢陆先生抽空上来 跟我们讲解这么多 有关封叶卡的知识 那观众朋友们呢 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什么问题 想要咨询这个加雄移民的 总裁陆炳雄先生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跟陆先生取得联系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到来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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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厉害